這個禮拜有一個新聞說德國是歐盟在去年是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冠軍 就是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經增加了2% 那很多人會講說就是因為德國在廢核的關係 所以二氧化碳反而比過去都還要更高 當然我也知道德國跟其他國家比起來是已經非常 歐盟跟其他國家比起來是很低的 可是可能會用這種方式來做文章 就會說你看人家廢核了所以二氧化碳就增加 那我們台灣是不是要想一下 我想要請可不可以分析一下說德國有沒有 比如說哪些產業二氧化碳排放的分析 因為我也知道德國是中工業的國家 那出產很多汽車很多的工業 那當然也有火力法 那有沒有辨識的比例 那或是說像剛剛這個問題有沒有辦法 就是有沒有什麼說法可以回應這件事情 謝謝 再開放一個問題有沒有 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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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前面來 因為台灣一講到再生能源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生命 然後從公開電開始 他就不可以蓋地 就想說再生能源不行不行 特別是講到像比如說太陽能的部分 他就想說我們製造太陽能擺的時候 製造的污染是很高的 然後還有他的使用的能源 跟他能夠得到的效能是不相同的 那在德國是不是也有人提出這樣 再樓再一位 再樓再一位 我是綠色消費者 呃其實 我想提出來就是 每個國家 我還跟同意他講 每個國家有什麼問題 我想我們直接跳到能源 或者直接跳到什麼能 的問題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要跳我們 我們的人口 以及我們將來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們決定要什麼樣的產業 才需要什麼樣的能源 然後它就是我們只是 決定我們要吃飯 趕快吃飯 那不知道我們身體的狀況 怎麼亂吃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我們沒有討論 我們沒有國土政策 生活政策 人口政策 教育政策 那直接跳到能源政策 我是覺得這個是很棒 不過剛剛要提出來一點 就是說 是不是台灣 要用再生能源會比較貴 我想以我的調查 跟海電的數據 跟經濟不公告的這些數據來看 台灣使用再生能源 是降低我們的電力成分 會使我們的電降下降 第一個 風能 我們的風能比現在的 南門發電的 夠電成的台號體 兩塊二、兩塊六 那就是天然氣 不是燃料 我們還是比南門 不會貴 如果是兩塊六 不會 兩塊幾 差不多 但是天然氣 我們台電可以花四塊錢去買 所以如果我們往事的風機的話 是降低了我們的電排光量 也降低我們的成分 第二個 太陽能 太陽能如果是 我們不知道大家對我們電視 是親不親 我們是 總能跟電力的能量是四千萬千瓦 那如果說我們有五千萬千瓦的太陽能 是在尖峰的時候來發電 那我們的購電的成本 太陽能購電成本 大概才最貴屋頂發電八塊 便宜一點 那個大的發電大概六塊幾 那你知道我們在為了中午 夏天中午 還有各需要開冷氣 那個尖峰的用電的供電的成本 是什麽 大家知不知道 從七八十塊到二三十塊 看自己 因為大部分基礎都停了 所以其實是便宜了 成本降低了 我們全台灣的電力系統是多少 大家知道嗎 四千八百萬個千瓦 這數字很大 那乘以24小時乘以365天是多少 我們就發多少度的電 是四千兩百億度的電 我們去年總共發電多少 對不對 大概兩千五百億 你出出看 這百分之六十的使用率 一般我們要看電力成本 至少是百分之八十以上 的這種發電的運轉效率 它才能夠算出它的一個均化的成本 有四十年或是到二十年來算 那其實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百分之四十的機組 全面來講它沒有發電 這個任何一個工廠如果是它的 它的駕動率運轉率 成百分之六十 這工廠就完蛋 那台電的完蛋 台電的規則是來自於這 還有一個我們有非常多 假信的數字 被我們都被騙 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油 我們好像一公升才三十幾塊錢 那不要忘了 如果你開車少於一萬公里以下的話 你絕對你的成本大概快 因為你還有氣燃費也算了 那一公升的油大概有十十塊錢以上 再加上去 我們是完全被政府獨裁的 籠斬的這些人員 所以造成了它沒有進入自業市場 沒有讓民間的力量發出來了 我現在其實有一個計畫正在進行中 就在台系 那有台鋼的預定力 就是台塑鋼的兩百八十多公斤 再像當地的餘溫一千公斤 加起來 然後我們算一年它可以產生多少的電力 嗯 可能 在這裡就是 因為 其實養 那個這些產品就只能養 非常重要 一個是基礎的成分 一個是那個那個 集合排放量的五分 他們都有關係 就是都跟市長的安排有關係 第一是 這麼說 集數的成分很難 我給你兩個例子 一個是二氧化的排放量 就是它的成分是多少 我們氣候變化的費用是多少 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真的要算 很難 第二個是核能的費用 它錢其實是多少 沒有人知道 很難算這些技術的成分 你剛剛提的一次一樣 太陽能源一樣 它有的時候可能比較貴 或者沒有用 因為沒有人知道 需要或者也沒有用 但是白天 因為那個要求很高 在一個自由市場上 加強的價錢很高 所以 我們德國的想法都是 越來越能量 實在確定這些事情越好 可是當然 在德國很多人會說 我們的點價很高 我們其實 尤其是 我們 這個人 英雄的家 他們為什麼要付那麼多錢 有一點 也會說 放在自己的屋頂上 一個太陽板 這個人為什麼得到 所有小費 中國小費 這裡不補給了 為什麼 這個都可以批評 也就是國四 當然他們也可以說 我們的能源費用很高 就是 這個能源消滅的東西 大部分的 德國國四 我覺得其實他們 跟這個討論 真的會處理 因為他們 都在實際提供 在接用他們的技術裡面 你看台灣的能源消耗 在每個經濟的一個檔位裡面 比德國高 大概兩倍 所以 這樣可能 德國的能源成本 一個檔位的成本 比較可能很倍 逐漸墊 比台灣高 一樣高三倍 因為我們的能源消耗 效率很高 我們可能有一個台灣公司 還可以做競爭 因為它是一樣的成本 效率比較高 所以 這個都非常利活的 技術的成本 技術的 內容 還是 比較相當 你說 能源的成本 任何批評 其實有兩部分 有一個好處 在競爭部分 在節約能源的部分 讓我們有一個環節 如果突然還需要很多能源 如果需要很多能源的部分 這個激活當然會有關係 激活改變的二元化 很重要 有的行業 就是說 剛提的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一些大國的工廠 一些大國的工廠 這些能源 他們沒辦法 減遠 他們即使是這樣 他們必須要消耗很多的能源 德國政府 對他們提供無絕 不需要覆 那個環保 但是這個跟別的問題有關係 我們還沒有一個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交易制度 德國的選法 三四五年前是說 那通過一個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交易制度 那個其後的排放量的成分提高 會變高 所以對所有的發展公司 比較有效率 就是投資在一個瓦斯發展的工廠 它也比較靈活 這樣的一個工廠 比較合適一個財產能力的發展計畫 因為它非常靈活 你用一個煤或者一個核能的工廠 它們不靈活 核能一直提供給你一個很大的 它的那個總量的物件 不可以減少 或者光膠再次提高 這個靈活性沒有 跟一個有媚的裏差一樣 所以現在我們發現 那個核陽化碳排放量的交易制度沒有 在歐洲也還不成功 那個排放量的成分太低 因為有了國家的那個經濟危機 所以目前的情況是這樣 因為那個成分那麼低 其實是一個好處投資 那這些不好 那個有機構不好的技術 是一個其實 德國政府不要的一個後果 那這麼解決 還沒有一個解決 可是這個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德國人要提高 有一個是我們經濟增加滿快 經濟滿快 所以這個也會有影響 這兩個月的情境 已經好像不一定的核能的關係 接下來沒有問題 那我再開放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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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